明天开始江苏将有更多正规外教走进中小学流动任教了 今天上午江苏省教育厅下属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把外教课堂开进了南京市的长江路小学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们的英语课有什么不同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二年级同学们的英语课开始了 今天给他们上课的是一位蓝眼睛的外国老师 看看他正带着大家在做你比划我猜的猜字游戏 还别说这课堂气氛一下就活跃起来了 学会了单词再来练练发音 怎么练 用唱的 一节课40分钟 小伙伴们手脚不停 要瞎课了还有点练练不舍 动作很夸张 说话也很好搞笑 有时候我觉得你们课太无聊了 我的时间太长了 可是一上这个课我就觉得时间好短了 还想在这儿 今年9月起 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把外教公益地送进了江苏中小学课堂 先后在南京市狼牙路小学 古楼实验小学 拉萨路小学 无希望庄中学等学校开讲 给孩子们带去纯正的美式教学 江苏国际预科学院院长刘海峰表示 当前国内巨大的英语培训消费市场 让越来越多的外教横空出世 实际上根据教育部要求 在国内从事英语教学的外教 必须是本科以上学历 并且持有TFL或者TSOL证件 而很多的黑外教 其实并不具有这一上岗资质 为此将正规的有资质的外教引入中小学 显得十分必要 当前南京已有二十多所学校 获得外教聘专资质 并成功聘请了外籍教师 接下来江苏省教育厅方面 会组织更多外教 以流动的形式 进外教比较缺乏的学校任教 同时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学校 从官方聘请专职外教老师 过程中如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外教存在 也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新闻320记者 南京宝 感谢观看